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今日的开市感浪 我是郑敏 Michelle 首先跟大家跟进 欧美股市上一个交易日的收市表现 纽约股市显着反弹 市场对意大利的政治忧虑稍微消退 道瓊斯指数收市部24667点 升306点 升幅1.26%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部2724点 升34点 升1.27% 纳斯达克织合指数部7462点 升65点 升0.89%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再次尝试囚组联合政府 意大利政府成功标售五年及十年期的国债 虽然投资者对意大利出现债务危机的疑虑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ADP报告指五月私人机构新增职位17.8个 略低于市场预期 美国首季经济向下修订至增长2.2% 但经济支预计第二季增长可望加快至3% 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个别发展 汇控ADR收市接合港元报76.3.3升1.8% 中移动收市报70.08跌0.1% 中联通10.69升0.6% 中人秀21.7升0.2% 中海有收市报13.24升2.7% 中石化7.42升2.6% 中石油6.52升3.8% 看欧洲股市收市情况 欧洲主要股市靠稳 受意大利股市反弹2.1%支持 市场正在消发意大利政治情况 意大利的银行股指数就反弹2.7% 结束过去5天的跌势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689点升56点 弗兰克福DEX指数 收市报12,783点升117点 巴黎克指数就要跌10点 报5,427点 看商品期货情况 油价方面 国际油价升超过2% 结束过去4天的跌势 市场注视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会否增加石油产量 不过俄罗斯央行对增产表示要谨慎行事 认为油价下跌会对当地金融行业带来风险 纽约其油收市报每桶68.21美元 升1.48美元 升2.2% 伦敦布兰特其油收市报每桶77.5美元 升2.11美元 升2.8% 看金价 外围金价上升 受美元回落支持 投资者注视意大利政局发展 纽约其金收市报每桶市1,301.5美元 升2.5美元 升0.2% 现货金就在1,301美元左右 看回价 有报道指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再度尝试囚早新政府各党派正在努力为经济部人选达成协议 尋求结束连越来的政治动荡 欧元对美元升1% 港元对美元买入价7.8447 日元108.60 欧元1.1662 英镑1.3290 瑞士法郎0.9880 加元1.2881 欧元0.7572 和美国负债券息率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最新报在2.84 30年期的债券息率直报在3.13 今个环节我们请来Stanley和你跟随欧美股视频园 Stanley 早安 你好 我们先说回美股 好 隔晚美股反弹近三百多点 反映市场可能对意大利政局局势的忧虑下降 特别它拍卖国债又顺利过关 而另外隔晚公布经济数据又不会太出位去改变了加息预期 但其实关注到现在意大利政府那两个政党 北方联盟五星运动党 其实是偏右翼 对于它说要退出欧元区的忧虑是未消散 加上中美贸易方面也有 大家都未知道之后会是怎样 未有个定数 所以其实昨晚美股反弹三百多点 是不是真的未太乐观传 或者逐件去刷解一下 先说两大政党的情况 按道理 它两个现在就好像其中一个 就不会再说什么退出欧元区 一个是比较坚持一点 你也可以反映两个党派自己本身 可能政治的取态都有些不同 但你看回当地这一个 我们之前说比较担心的是 在财政政策方面 这件事是令大家担心的 但没有了就谈了 还有意大利的状况 又不是现在才这么暖 都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你可以说五星联盟 叫做大大党 合作政府之后 基本上都是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事不过在这一阵子的时间 大家知道 它主张可能减税 加上会增加一些社会的福利开支 才令到这个问题浮出了 是 还有就是说 如果大家再仔细一些 拆解当地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危机 某程度上就是 因为这件事件 导致投资者担心 可能是股债 股债的话 令到债价下跌 但问题就是 很多意大利的银行本身 都拿着自己国家的债 所以当你说债价下跌的时间 未必是连拖拖当地金融股的表现 所以你见到 其实当地的股市跌也好 甚至说差也好 最主要都是跌这些金融股 所以就变成了一环球 一环球的感觉 所以其实你说 是否很需要担心呢 除非你觉得 你觉得 以大利至少是爆的 搞不定 又维约又成这些事情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问题 我觉得未至于搞到那么夸张 但是气氛问题 就是你说气氛了 加上一晚又撞声 尼西班牙阿拉伯尼 被人可能投意 不信任动议这些 所以当两个问题 结合一起的时间 大家有些的担心 一些恐慌是正常的 不过你只要 将这件事慢慢去 去拆解的话 其实你说 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害怕呢 又不是的 所以 当然你说昨晚美股 已经马上有个比较大的反弹 这个都正常 而且 因为美股那边 都有一些个别的版法 有一些自己的消息 例如说好像 钢材那边 因为今早早 大家看这些審某都知道 就是说 现在Donald Trump 又想着 又是说 对欧洲 加拿大那些都会 又要征税 又谈不够 谈不够 而且最快 应该说 今晚还是明早 就会宣布这一件事 所以你见到 当地的钢材股升上去 还有 因为当地的 有些金盟的法案 都通过了 所以昨天其实金盟股有升 还有 我想大家看 美国股市 通常我们看三大指数 就是看这个 杜庭斯 S&P 和Lasdaq 但其实 如果你看到一些 我们说要中小型股的指数 例如像罗索仪 这些 其实是破历史高位 是很奇怪的 就是你见到 当地有些企业 那边更加之厉害 为什么要出现这个状况 最主要也是因为税改 就是令到他们很多的 开支也减少了 所以 你以为美股 是否又很差 又是真的 又不差 真的不差 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想每件事 是要逐件逐件拆开分析 不过你说现在的大局 我觉得是难以预计 因为 其实你没有的 你说现在 刚刚讲到 你说欧洲那边 我又没有担心 中美贸易战那边 又这么说 如果预计了 又预计了 不断继续去开会谈 我又不觉得是什么 很大件事 不过你的市场的气氛 是会因为这些事件 而有一个比较 短期的时间 有些影响 所以 凡是凡是这样 你比较难去预测到 之后的情况 即是市场的情况 昨天说你也是 我都不明白 因为高股跌那么多 所以主要是这些因素 但是 当然你可以拿回港股这边 拿一点就是说 内地方面 有些企业可能 因为大家害怕 卫越潮会出现 卫越风险 对 这件事会出现 但是就 不需要过分地担心 不过 今天港股都会很精彩 大家都可以 拭目以待 是的 刚才说到很多因素 欧洲方面 其实意大利 西班牙那边的政局 一向都是这样 都不用太担心 其实是 美国经济也未说 有一个很转坏的现象 出现 他又暂时见不到 数据上 又 so far ok 又未知真的好 不算很好 但也不会太出位 不会 加息 我都觉得自己在想 有很多方向 你也预计 今年可能说 六月加市 九月加市 是看十二月的 其实 十二月 我觉得 机会一半半 但是 如果你是以阴谋伦点去想 其实下半年 你说美国有没有 有机会 可能九月不加 十月才加 我觉得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下半年有中期选举 按道理 我觉得特朗普 又不会 因为 因为想加息 搞到经济会差 对于他来说 经常都说 他都很看股市 比较小的 表现作为一个 公正的挂偶 如果你解释 加息的时间 搞到市 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这个中期选 还不需要选 所以有机会 我觉得九月份 可能 退了我 即不是不加 九月份加 不过退了十二月才加 都未知的 这些因素 大家都先看一看 看一看市 好了 又说回港股 港股前两天 就连跌两天 累错了735点 现在见到外围 现在是好下跌了 今早回来 其实经济时段 升得多些 升217点 现在又升回去了 因为刚才的升幅 收窄了一点 最新升至215点 报30270这个位置 今天其实都是大日子 来的 MFCI回望 有很多 大家说 很多些基金 都已经 先换了 所以对市场 不会很大冲击 两是 因为有些被动式的基金 应该真的可能是 今天收市那段时间 先去沽货 被动式是电脑program 那些 譬如说 你完全是跟踪MFCI 那些 因为MFCI 真的说明天才转 所以按道理 很多时候 他们真的 今天收市那一刻 才会做事 所以成交量 你预计那一刻 真的会很厉害 到时候 都挺精彩的 大家留意 你看看我的成交 所以市况 现在没有 今天我相信 会比较清晰化一点 因为 其实有些扭曲了 这段时间 很简单 你腾讯给他 因为这个因素 我觉得 这个因素被他压住了之后 其实没有过 但他又说了 权重股 你的价格不动 你的价格也搞不定 其实不止他 你再看回 其实他 工商 然后好像恒大 那些全部 一大集 五六个股份 那个比重 那个镜限的幅度 是比较厉害的 所以市场 其实这段时间 有些因素 有些扭曲了 所以各位今天 看看 腾讯有没有机会 做得完全好戏 给大家看一下 腾讯其实这段时间 看到昨天 又被新华社点名 批评他 又说他 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他的游戏 现在真的太热了 因为每个人都真的在玩 小偶生 都会说吃鸡 这些东西 但其实不是第一次官媒 去批评腾讯 看到今早回到腾讯 好像不是真的 我受影响 升得不算多 你这么说 影响是有少少的 不过 大家又不妨可以看一篇文章 因为昨天我也真的看了一篇文章 不是很长的 其实很短的 不过我会觉得 我想两件事 第一 因为六一就是这个儿童节 没错 所以可能在儿童节 这段时间 可能有一些官媒 就是说回一些东西 合理的 都会合理的 但是你说去到那里 批评这件事 你这么说回 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他的游戏 不是只有中国有玩 全世界有些人都有玩 那为什么外面又没有这些事呢 那是不是有其他因素呢 就是 这个人是要深思的 还有你说 为什么又说批评腾讯呢 其实里面的内门 是以腾讯为首的 就是其实基本上 去得索的那些游戏 就是可能你说个别 你和一些 可能你说 一些射击那些游戏 那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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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关系那些 其实都批评的 只不过 它是特地点名腾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最大的 就是说一句 难道你点一间 不知道什么公司 所以整件事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还有你说在教育之前 基本五月中的时间 其实有些游戏 已经说什么 好像有些已经审查了 有些已经说要落岸的审查了 所以我觉得 又不是没有做事的 只不过 可能来个时间上 因为这个儿童节之前 你做些事 我觉得又合理的 不过 腾讯我估计的 都不是很熟 真的我想这些消息 就算你受影响也好 都会很短暂 而且假设真的 因为这样而跌下去的话 那又不错 加上 就是加上那么多因素 之前就MSCI 这件事摘住 加上现在这些 有小小的尼胆因素 但是现在看来 这些尼胆因素 这些尼胆因素 都会慢慢消散 腾讯 会不会说今天最后的机会 大家真的不是很挂心 其实你可以说 大家看腾讯的发展 都真的 在多方面 还有你问我的话 我经常觉得 腾讯的发展 不是说 一定是放在手上方面 一定是其他方面 发展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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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高 所以 我想看腾讯 又不要单单说那只游戏 那些游戏 因为说真的 大家都说了很久 目前都看好的 那些腾讯之后 发展都可以 看好的 没看差过的 好了 都消散大家的疑虑 今天时间差不多 和Sandy都谈到这里 双数价格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有腾讯的 有腾讯的 好了 我们稍后再看更多直播环节 稍后见